见我家主公有不臣之治 这尚且不轻 其二 就算刘备给朝廷上国密奏 曹操为何 要将此事通报给我家主公 其用意何在 我家主公也不清楚 其三 曹操和刘备之间 彼此交恶 要害在何处 先生 你的意思是 要害是徐州 刘备屈屈之辈 得以偌大徐州之城 并兼六军之地 这是让天下诸侯 都非常眼红的事 最为度恨的 就属曹操 现在 刘备和吕布两人联手 共守徐州 那是兵强马壮啊 曹操他是想攻 则不敢 欲气又不舍 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他就想挑动主公和刘备打起来 弄得两败俱伤 他好从踪牟利 如果主公败给刘备 那是万不可能的 那是万不可能的 那他就是去南洋 如果刘备败给主公 他就是去徐州 先生说的极是啊 我该怎么办呢 敢问主公 你想不想去徐州 想啊 我天天在想 我朝思暮想啊 那就趁势去徐州 在下有一计 可使主公轻取徐州 先生快讲 吕布虽然骁勇 他却是三姓的家奴 其姓多变而又贪婪 他和刘备同处一城 如出水火 如果主公会他以黄金万两 紧断铅笔 令他暗中偷袭刘备 主公到时出兵相迎 如此定能大功告成 事成之后嘛 主公把徐州下的两个郡 赏给他就足够了 再以后嘛 主公找个机会灭了他 那不是一如反掌吗 主公 意下如何 好 好 这是大哥的座位 来 主部和大 将军 来了 来了 听着 我大哥把这徐州城交给我了 临行前给我留下了三条军令 这第一不可饮酒至罪 第二不可暴怒任性 第三不可打骂军士 我要你把这三条军令写成中堂 悬于这个大梁之上 我要天天看 夜夜下 严守不 好 对了 每一个字都要给我写的碗口那么大 要碗口那么大 废话 按张飞的字 那就得碗口那么大 是 碗口那么大 这写好之后 悬于梁上 再去传统领以上的将领 华庭相见 是 我要训话 对了 你再去给我准备好按张飞酿的美酒 五十蛋 是 将军 你刚才讲的话 怎么忘了 那主公留下的第一条军令就是不许饮酒 你废话 我照你去办 就去办 是是 小的遵命 遵命 大哥 我担心三帝会醉的巫师 我也担心 不过反过来一想 义德如果连酒饮都扛不住 日后如何成大事 所以还是让他历练一下吧 前后不过几十天嘛 是 其实我更担心的还不是义德 而是吕布 我听说 他与陈公驻守小配后 天天都在招兵埋马 大哥 吕布是偷恶火 早晚要生事 你应该 把他逐出许众 我以仁义待他 只盼他不要负我 他要是负你呢 他负我是他 我不负仁义 未经许